東西塞入 嘿大家好我是Eva 今天我要來分享我上飛機的時候 包包裡面會裝什麼 然後我現在是在喬治亞的一個飯店裡面 在趁等時間的空檔呢 錄個影片 那首先呢 我的包包是XLARGE的 然後這是我 2015年的時候在日本買的一個包包 我幾乎所有的旅行都會帶它出門 因為我覺得它容量還蠻大的 我的包包上面呢就有一些可愛的小別針 就可以很有個人風格的感覺 像這是迪士尼的迪士尼的 皮卡丘的皮卡丘的 這個是 這個 東京的 所以我就會把一些在旅行時候買到的小東西 弄在我的包包上面 有一種他們可以跟我一起旅行的感覺 那我們就開始看我的包包裡面中的哪些東西吧 我每次搭飛機的時候 我的包包都會超級無敵重 第一個 就是我的筆電 這個筆電包是在迪士尼訂製的 然後 就是我的筆電 這次在飛機上的時候有稍微剪一下影片 然後做一些文書處理的東西 所以我會把電充好再帶上飛機 第二個呢就是我這個旅行袋 這是無印良品的 它主要就是讓我放我旅行用的信用卡 網卡 跟護照 那 我通常呢 就是在台灣的時候會帶著自己原本的錢包 還有一個我的旅行要用的錢包組 那到了當地之後呢 我就會交換 現在就是交換完畢後就有我這個 台灣大哥大的網卡 然後 我的台幣 只有100塊 還有本來裝美金的袋子 所以現在就是寒包 我會把它收在我的行李箱裡面 再來呢 就是有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是A4的資料夾 那這個 變得好暗 這個資料夾裡面就有我所有這次旅行的資料 像是我的電子機票 住宿的明細 反正所有跟旅行有關的書面資料 我都會把它列印出來 放到資料夾裡面 就是一倍個不時之需 怕訂房或是訂機票的時候出了什麼問題 才有一個證明可以提出來給對方參考 然後如果是跟家人出國的話就會印兩份 一份放我這裡 一份放別人那邊 好的 再來呢 就是我 這次去南京才發現的好用的口罩 好像叫做Pita口罩嗎 這種口罩就是那種明星都會帶的口罩 我超級喜歡的 第一個 欸 這樣就看不到我嘴巴的形狀了 超級喜歡它的 第一個它非常的軟 然後它戴起來不會有戴口罩的感覺 就只會覺得有軟軟的布貼在臉上 再來它是可以清洗的 可以洗三到六次左右 聽說是可以戴一個月啦 然後它戴在臉上搭飛機的時候就會很舒服 不會覺得很乾 接下來就是我的個人物品 首先 是 眼鏡 因為我搭長城的飛機的時候不會戴隱形眼鏡 也不太會上妝 我必須需要眼鏡來看清楚路要怎麼走 這個眼鏡是the where else optical 賣的 再來就是我皮膚科的藥 只要我要長期離開台灣一個禮拜以上 我一定會去皮膚科備我的藥 我怕到了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氣候 會讓我的臉乾裂或是發炎受傷之類的 所以我一定會備好我的皮膚科藥 再來就是我的保健食品 這個盒子很Q欸 這個盒子是我在蝦皮上找到的 裡面就有我各種保健食品 維他命C 維他命B 心定 蝦紅素 生物素 然後 Wakamodo 就只是怕那個肚子不舒服 所以先戴著 就這樣 好的 再來就是我的保養品 登登 我的保養品剛好都在100ml以內 所以我就會把它裝到一個化妝包裡面 再帶上飛機 那這個化妝包是Disney的 保養品呢第一個就是牙羊火圈水 50ml的 再來是打放的舒緩精華 這個也是50ml 然後這是我的第四品 超級好用 接下來呢是這個TK Lab的 玻尿酸保濕原液 它剛好100ml所以可以帶 打放的精華 我忘記全名是什麼了 它是15ml 所以我在飛機上如果覺得臉很乾的話 就會直接按照這個順序來做保養 接著呢最後一個 喔不對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是這個 維茲的美白精華10ml 所以剛好可以帶上飛機 最後呢是這個 妮維亞的妮維亞霜 這個呢主要就是在飛機上如果 手肘啊關節處覺得很乾癢的話可以擦 然後像這次搭飛機的時候 我媽就有用到 對不對 什麼 你不是有用這個嗎 嗯 就是你說你身體很癢我就給你這個擦 還行嗎 這個是60ml的很適合旅行攜帶 接下來呢就是 衛生紙 衛生紙 OK棒 飛賣的OK棒超可愛的 其實這個OK棒帶在身上 根本就很少機會會用到 但我就是會塞在我的這個後背包裡面 耳機 耳機一定要帶因為搭飛機的時候很無聊 可以先把音樂或是影片先下在手機裡面就可以聽 然後再來就是 手機充電器也一定要帶 這個有點醜 手機充電器也一定要帶 因為手機會沒電 所以一定要插在飛機上那個 USB充電補電 然後 再來就是我的 隨身小包 那這個隨身小包呢 我這次來的時候沒有背在身上 我就直接放在那個後背包裡面 主要呢我就在上面有掛一個乾吸收 然後這個是 一直放在裡面的口紅 媚點的那個橘色 然後它這邊打開之後呢 就是有我的護照 還有我 主要在台灣使用的錢包 以及我的行動電源 ASUST 很好用 我用了好久 兩三四五年 就是衛生紙 還有筆 好了 我最近開始會帶衛生紙出門的 原因是因為 第一個 我這個包包有地方可以放 第二個是因為 覺得一直跟別人借衛生紙好像很麻煩別人 但是 偶爾還是會忘記帶 可是我就盡量自己會帶著 然後如果別人需要的話也可以借別人 就是一個 長大的感覺 然後 我媽打分剃了 是在否定我剛剛說的一切嗎 看不到它的臉 好然後我的包包裡面還有 衛生棉 因為這次搭飛機的時候 就是是生理期的第一天 所以我準備了很多這個 安全褲型的衛生棉 下一人的購物袋 就是怕在機場要買一些水啊什麼的 需要一個袋子裝 嗯 因為我包包已經很滿了 我裝不下那些其他東西 所以就準備了一個購物袋 不過這次沒用到 最後就是 帽子 這頂帽子是 是 severe的帽子 我戴帽子的原因是 因為搭飛機的時候 很容易頭髮變得很塌很亂 所以需要一個帽子來 遮眼搭飛機的狼狽感 以上就是我搭飛機的時候 隨身包包會裝什麼的分享 那 如果有 我沒帶到的東西 你們可以再提醒我 你們通常 搭飛機的時候都會帶什麼 那 大概就是這樣啊 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下次見 掰掰 今天的妝容 底妝是 香提卡的加Suku的 然後腮紅是 makeup forever 加上 眉點的橘色 唇膏是 YSL的16號 超級好用 然後 隱形眼鏡的話 一樣是 YOLIA的MILTY BROWN 睫毛膏的話 終於不一樣了 今天的咖啡色是用1028的 一個牽長的咖啡色 啊 我今天我要把圖片都放在旁邊 我完全都不知道名字 然後 眼影的話 是 INTEGRATE的橘色 加上KATE的咖啡色 把它拉成眼線 然後眉毛的話 就都一樣 然後再加上KATE 然後再加上KATE 再加上KATE 然後再加上KATE